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有請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校長廖柏偉教授 為我們致詞 有請廖教授 黃師長 審議長 各位嘉賓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今天我非常高興能夠代表香港中文大學 及日夫書院 歡迎律政司司長 黃仁龍 資深大律師 出席這個書院聚會 並擔任嘉賓講座的講者 日夫書院自成立以來 就推行通識教育 旨在擴闊同學的視野 美國的同學可以吸收本科以外的知識 日夫通識的課程的教育包括有二十多項課程 和星期五的書院聚會 星期二晚的高場曼宴等 日夫書院自從2006年開始 開辦了一科叫做領袖之道的通識課程 為了配合這個課程 今天的書院聚會記嘉賓講座 我們非常榮幸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 資深大律師 來臨駐港 黃仁龍 從英國劍橋大學主守法律 獲取óle大學 ved石視法律的чив科學位 1987年獲許為英國大律師 和香港執領大律師 2002年獲許為資深大律師 2005年獲鳳偉為大蘋新市 2007年,我英國倫敦四個律師學院之一的中電學院選為委員 那些委員都是律師學院的資深成員 黃司長盡心為法律界服務 他曾擔任香港大律師公會執委會成員 並於2003至2005年出任開會的法律教育委員會主席 並且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筹劃委員會委員 直到獲委任委,師長才退任 黃司長公如也積極投入社區工作 曾擔任香港司達基金會的副主席 並且是香港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單名顧問和參與義務工作 今天書院聚會的主題是領導與服侍 黃司長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律政司司長 本身是基督徒 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義務的工作 相信對這個講題一定有一個獨特的體會 我們非常期待黃司長能夠為大家分享他寶貴的經驗 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今天的嘉賓 律政司長黃仁龍資深大律師 現在將時間交給入夫書院院長沈祖堯教授 為我們介紹一下今天的講者 有請院長 黃司長 黃司長 廖校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 來到我們做主講嘉賓 剛才大家也聽過廖校長對他的介紹 我就不再說那麼多他的銜頭了 不過大家不知道黃司長原來是我的同學 我們是中學的同一間中學裏面的同學 大家如果有留意到他的故事 你都知道其實他是出生一個 跟我們差不多的一個香港的普通的家庭 但是從小時候開始他就非常之勤力讀書 成績很好 我們查過他的會考成績 又查過他的A-level的成績 都是比我好一點的 因此他就在中學之後 就得到菲利普親王的獎學金 去到英國劍橋大學去攻讀法律系 剛才大家都聽過黃司長其實不單只是一個律師 通常我們的心目中的律師都是一些很嚴肅 很兇的人 但是其實他是有他人性很慈祥的一面 並且是一個非常好的基督徒 他曾經做過很多義務的工作 剛才也聽過包括基督教關懷無家者的協會 作為他們的顧問和義工 並且真的嘗試過去接觸那些露宿者 和那些無家可歸的人 並且跟他們 好像杜叔一宵 跟他們一起去感受一下 作為窮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很高興來請到他 因為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他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 人龍 中國人說龍都是皇帝 一些領袖 但是有些是暴龍 有些是很可怕的龍 但是我們的師長是人龍 不僅僅是皇忍書院的龍 並且是好像我們的書院裡面的口號這樣說 說 Excellence with the soul Leadership with the heart Exactly就是好像他的名字一樣 不僅是一個領導者 並且是一個leader with the heart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打開你的耳朵 留心聽一下 我們這一位人龍 今天如何教導我們作為一個領導者 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黃印龍師長 廖校長 沈教授 蔡先生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剛才這樣介紹 我就覺得有點無地自用 不知道從同學開始 今天其實我是很開心來到沈教授出任院長的日夫書院 跟各位同學做了一些交流 剛才沈教授說過 他不是同學 他是我師兄 亦都是坦白的 坦白的 不是恭維說話 他是我偶像 因為今天 所以來到這裡 是我自己很大的榮幸 我知道特首和財政司司長以往 都曾經是以領導為題 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談到領導或者是領袖 我覺得大家是不需要假意外求的 因為其實沈教授其實就是我們領袖的典範 他在沙士期間的經歷和貢獻 被譽為亞洲英雄是實至名歸 這段時間大家都會拿金融海嘯和沙士做比較 估計一下其實 哪一個對經濟的影響是更加深遠 其實除了在經濟的範疇之外 這些的衝擊 無論是海嘯或者沙士 對香港人可能都有其他類似的影響 我拜讀過沈教授的著作 《不一樣的天空》 正如書的封面所說 沙士期間 每一個生命的故事 都令我們的心有很大的迴響 在2003年、2004年的時候 很多香港人都會問 其實生命裡面真正重要的是什麼呢? 請大家不要嫌棄我講這些說話好像很老套 上個星期我跟一位曾經是高盛 高盛盛盛的領導層的人物吃下午飯 我問她說這場金融海嘯或者金融風暴 對美國有什麼長遠的影響呢? 除了意料中她說當然是帶來經濟衰退之外 令我有些驚喜的是她說 有一個銀色的線 有一個銀色的線 我想隔起的耳朵有什麼銀色的線 她說有很多美國人會覺醒 她們會體會到以往的揮霍、貪婪 和對物質的追求是很短視和很愚昧 她們會反撲歸真 她們會珍惜家人 珍惜生活裡面一些很簡單 但又很踏實、又很寶貴的價值 她說這番話令我想起去年我看過一本書 叫做《Chasing Daylight》 可能大家都聽過 曾經是美國KPMG的主席和CEO 這位人士叫做Eugène O'Kelly 她在53歲的時候 正值盛年的時候 2005年5月確診患上末期的腦癌 只剩下三至六個星期的生命 這本書是由她自己親自去講出 她臨終時候的心路歷程 要她重新去審視一下 其實生命裡面的憂慈和輕重是怎樣呢 各位對不起,我開場白就好像很沉重 讓大家去披露給大家 大家去評估一下你的風險和匯報 好,我深信我深信 我深信這個也是校長教授和日夫書院的精神 盡善全德 居高懷人背後的一個寄望 讓大家去考慮讓大家去考慮 讓大家去考慮 這本書是Lord Denning的勇等 忠實勇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Lord Denning 讀法律的一定會聽過的 沒聽過就要回去再溫習 1982年 星期日《泰晤時報》 就Lord Denning的榮憂對他有以下的評述 這裡我沒有翻譯到 容許我用英文讀了 to anyone who believes the law should liberate not enslave he is a beacon he discovered that young as a poor student in the 1920s he is just about the only autogenarian who has never forgotten it Lord Denning是拒絕被法律條文所捆綁 特別是在一個物權法 property law的範疇裡面 他延伸了很多固有的原則 發明了一些很創新 和很具爭議性的法律概念 包括有一個叫做被遺棄太太的權益 deserted wives equity 從他的榜樣 大家就學習到從事法律的工作者 不可以因為法律條文而忘記了對公義的追求 我亦都會很緊緊記住我師父 即是現任的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 李國能大法官 他的榜樣和訓悔 當年我是替他做徒弟 和後來和他一起 在同一個寫字樓共事很多年 他有時看到我晚上很早就走了 因為我去做義工 剛才沈教授也說過 如果大家對我做義工的情況有些興趣 待會兒可以再問我多一點 他看到我去做義工 他就有點擔心 他覺得我 他怕我不務正業 不在我專業上去鑽研做得不好 他講一句話 我都很記得 他說 如果你想用你的法律專業去服侍社會的話 你必須要達到 如大家所說的 盡善的水平 You have to pursue excellence 否則你會留於有心無力 有心 但是做不到那個層次 還有已經離世的前中審庭上任大法官審程 Charles Ching 他未加入司法機構之前 他是戚冊一時的資深大律師 魅力非凡 每件案都是盡心盡力地去做 我曾經做過他的副手 在某些案子裡 我覺得很奇怪 我問為何他這麼年紀都不小 都這麼精力 這麼投入 我就問 Charles 為何你可以對你的工作 抱有這麼濃的熱情和干境 他跟我說 大概的意思 我不記得 他說 年輕人 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做每件案 很多時候都涉及當事人 一些很關鍵的 生命中一些很關鍵的事 他們把這些這麼關鍵的事交到你的手裡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交託 很大的信任 這個不是工作 這個是一項為人服務的榮幸 這是一項為福利 這些說話 由一個這麼成功的資深大律師 告訴我 我覺得是獲益良多 三年前我離開了私人執業 加入政府 當時我收到很多朋友的鼓勵和支持 有些都比較坦白的 有一位大律師朋友就說 你很勇 另一位更加直言 我覺得你很笨 那些好朋友就是肺腑之言 在過去三年的經驗 坦白說 百般滋味在心頭 但今天我仍然可以跟大家說 我仍然覺得是很正面 和很充實的 除了我們要處理的法律問題的涵蓋面 是很闊之外 有一樣一定是 就是我這三年裡見的人 絕對是多過我未加入政府 之前那四十幾年的總和 見了很多很多人 看了很多東西 出任律政司司長 令到我有機會更加去了解香港 更加去關心香港 作為主管法律事務的主要官員 我比以前更加體會到 法律服務的深層使命 當我仍是私人執業的時候 法律對於我來說 就是解決一些爭議 維護個人的權益 懲處一些不好的事情的途徑 我可以透過這份工作 去協助我的當事人 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 幫他們處理個人和業務上的一些困難 作為律政司司長 我體驗到法律有更加深刻和廣泛的目的 比如在處理刑事 人權 提供法律服務的途徑 以至到法律改革等等範疇的問題的時候 我要面對很多事情 面對理想、原則、法律、公眾利益 以至到對社會的深遠影響等等 很重要又很困難的考慮 剛才我提到審程大法官的訓悔 法律服務是一項使命 當你的當事人是政府和香港市民的時候 你的使命固然更大 但隨之以來的責任就更加沉重 上個月我出席香港律師會的活動的時候 有機會聽到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Mr. Justice Anthony Kennedy 一段很發人心醒的致詞 他在致詞中提到 我住在文華酒店 在文華酒店的窗望出去 他看到一座很宏偉的建築物 令人嘆為觀止 很多人看到 在一時間他想到 建築師、工程師的貢獻 但他說他看到這些東西 他看到是有律師和法律 的成果和貢獻 如果沒有完善的法律制度 當中我們 習以為常的買賣、融資、合約等等 都發揮不到它的約束力和效力 這些 在香港我們難以為生的經濟活動和成績 根本如果沒有我們的法律 是不能夠發生的 但在社會的層面 法律的作用 又何止是搞經濟活動這麼簡單呢 去年我出席有一個 梵蒂江神父 同時也是法官的 一個叫做 Comet Burke 他有一個演講 他的講題 主題令我有很深刻的感受 他說法律和醫藥都是一樣的 是能夠發揮很特別的治療效應 治療效應 很奇怪的 如果你想法律 你當然想法律 他說法律都可以發揮一個治療效應 但是我們必須對症下藥 能否對症下藥當然是很大的挑戰 但是個中講到治療效應 其實提醒我們 藉著執行法律去保障公眾的利益 其實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曾經有人問我 你要同時間服侍 服侍兩個主人 法律和政府 會不會覺得困難呢 我答案很簡單 其實是沒有難度的 因為作為政府的首要法律顧問 服務政府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為政府提供獨立 準誠可靠和有效的法律意見 讓政府可以作出最明智和最合法的決定 法治當中包含一些很核心的價值 是我們完全不能妥協的 當中包括我們很珍惜的司法獨立 和一些基本法律原則的堅持 在過去十一年 香港出現過不少有關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財產 私隱權保障等等 從法律途徑去提出的質疑 這些法律挑戰是否代表了 我們的施政和系統出了問題呢 基本法是為我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提供一個很高層次的憲法保證 這些保證是我們在殖民地的年代是沒有的 我認為有關憲法和人權訴訟的增加 其實正是凸顯了我們憲制保障涵蓋範圍的廣泛 凌駕了不合憲的本地法律之上 是有幫助改善政府某些現行的措施的 而這個現象不單是在香港獨有的 英國在人權法出台之後 有關的人權和公法的訴訟也大大增加 我記得我早兩年去英國訪問的時候 見過他的Attorney General 一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最近有一件案子 有一個囚犯 他提出一個司法覆核類似的東西 他就說有關當局要向他提供Hardcore Pornography 這是他的基本人權 大家去評定一下怎樣 我問他的結果是怎樣 大家都明白這些東西不是香港獨有的 在我們其他世界各地都會有這方面的爭議 事實上市民能不能在法庭質疑政府的行為 其實是對法治最終的考驗 不過有一點我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對政府的行為進行司法覆核 並非解決政治或經濟問題的蠻認良方 這個不是我說的 中審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已經多過一次強調這一點 另外權利和自由並非是絕對的 必須受到一定的限制 為了保障其他人的權益 公共秩序和社會道德 這些限制是有需要的 事實上我覺得 要保障我們的權利和自由最好的方法 莫過於以合法和負責任的態度 去行使我們的權利和自由 至於如何去取得適當的平衡 這是政府和市民共同的挑戰 雖然香港法治的根基很穩固 但是當然是有不足的地方 也需要因就社會環境的變遷而有改變 我知道中大的同學會特別關心 任涉及北雅物品管制條例的檢討 也一定會踴躍表達意見 不過我想在這裡舉另一些比較具代表性的例子 就是關於法律的有時需要改變 而發揮的作用 近日雷曼迷你債券事件 大家會特別留意到司法程序以外 其他替代解決糾紛的方法 其中也特別提到是調解服務 其實我們經常提到 Access to justice 尋求司法公正 不是單單限於去法庭提出訴訟 由於我們的法律程序涉及費用很貴 香港的法律價值很高 排期又時間會長 以及與眾雙方要對駁公堂的時候 結果未明 這些世界各地都是經歷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都是去發展 所謂替代爭議解決的方法 除了仲裁 arbitration之外 調解mediation 是一個在世界各地 都是越來越普及的 一個替代解決問題的方法 其實有效的調解 是可以較快和較便宜地去處理問題 是達至雙方滿意的結果 同時 爭論還爭論 雙方可以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調解得出的結論 是雙方努力的成果 並且是雙方可以接受 亦都不會破壞雙方的關係 到這點 就好像有些跟我剛才所說的 father comicberg所說 法律其實是否可以提供一個治療的效用 我們都是有多東西要思想 在這方面 我們律政司已經成立了一個跨界別的小組 去推廣 詳細情況我不會在這裏講 但如果我想舉例的 大家都可能聽到 我經常有做的就是 關於青少年的禁讀 我作為律政司司長 我工作之一 其實是撲滅罪行委員會的副主席 前警務署長在這裏 他也很清楚 當中我們處理的情況 很關心香港的罪案情況 我還記得他經常在匯報 我們罪案的情況 我們有一個回應 其中一個令我們很關心 很痛心的 當然是青少年吸毒的問題 在截止到2007年 之前的三年內 被情報吸毒的 21歲以下的青少年 是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 而K仔、軟仔的圖讀 大家都很清楚 大家知道 我是在做一個專責小組 去處理這個問題 而其中涉及到的法律問題 都相當複雜 一個我們要考慮的 究竟我們的法律的框架 是足不足夠 有效地去處理這些問題 當中我們在研究 譬如是強制性的毒品測試 合法性和可行性 我們要如何保障人權的同事 又要執行中間如何取得平衡呢 又如何法律 不是單純要做一個執行情主 但同時間又可以提供一個治療 協助青少年他們重返政途 同樣是一個治療效果 我們如何做呢 當中我們需要很小心的考慮 這裡容許我多說一句 作少少呼籲 大家知道我們也做過 除了做這個工作 我們看到法律本身有很大的限制 要幫助年青人做多很多 我們最近推出了一個有出道計劃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啟動整個社會 關懷年青人的文化 給予他們一個正面的影響 我呼籲各位同學 其實你們都可以參與這個活動 成為校園裡面 或者其他圈子裡面 我們可以去宣揚武毒的文化 在這裡為你們 你們都可以提出 你們的建議 或者付出你的力量 第三個我想提一提 因為提到保障公眾安全 和保障個人權利的平衡 近來另一個有爭議性的社會問題 就是性罪犯明冊這個措施 我們法律改革委員會 那個諮詢其實剛剛完結 有保障而同的組織 批評我們這個措施力度不足 必須要向歐美一些強制性 總之列在這裡 是人都可以去查的一個機制 一定要這樣做才足夠 但大家都可能看報紙也知道 也有人權組織指這個中期措施 已經違反人權 更加揚言要司法覆核 我等於這個一個例子 看到其實反映香港的多元化 和在推廣有關法律改革的時候的難度 講了這麼多 我都在講香港本身的法治的需要 但是各位同學我深信 我們真正要在法律或者法治上面 為香港提供服務 我們還要看遠一點 大家知道 香港一直以來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 隨著全球的一體化 我們現在大家要競爭的對手 是全世界的年輕人 而我們的法治 是香港亞洲國際都會的很重要的因素 這個核心價值 令我們比對其他亞洲的城市更勝一籌 另一方面我們回歸了祖國之後 是有很多的機遇和挑戰 很多人都說香港是進入中國的門楼 Gateway to China 但我相信我們要看遠一點 不只是做Gateway 我們要成為大中華經濟體系的一部分 又要同時間維持我們國際的網絡 要達到這個目的 法治是很重要的 而香港在內地的法治進程當中 也是擔當一個很獨特的角色 大家知道 國家現在很積極地踏入國際的舞台 經濟的舞台 還有在加入了世貿之後 他們有很大量的立法工作要做 包括銀行 證券 保險 知識產權保護 司法程序等等 他們都有很大量的工作要做 而香港很樂意和內地去分享 這些不同的法律範疇 我們的經驗 另外我們要推廣互相的交流 包括律政司 我們要和不同的省市 都有一些合作的協議 也藉著律師的互訪和交流 希望可以將我們香港的法治 向內地去推介 而其實很特別 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也很開心看到 這些內地的律師 除了說賺錢之外 他都呼籲香港的同業 要到內地一些比較貧困的地方去訪問 向當地的人灌輸法治的重要性 回歸十一年 展望將來 香港和內地的法律司法制度的互動 只會有增無減 而且會日趋頻繁 我們這方面必須更加努力 各位 法律除了促進社會經濟和繁榮之外 其實法律是 等到我們的社會 怎樣有些我們要實踐 或者我們要秉持 或者追求一些價值和標準 怎樣去做 怎樣去實踐這些東西 其實法律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在現代的社會 法律也有它的極限 我們必須承認 法律有時候會被利用 也會達至一些非常自私的目的 今天難免 很多人都會有自我中心的情況 只顧自己的利益 如果一個社會裡面 每個人 中日只是說 我怎樣可以爭取在法理上面 我應該有的權益 我不是抹殺這件事 這件事是重要的 但如果我們每天都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這個社會會變得很冷漠 而且會有不斷的訴訟 我們是很不空的 美國華盛頓 Edward Bennett Williams 法律圖書館的牆壁上面 有一句這樣的格言 他說法律只是一個途徑 公義才是目標 公義的全面意義 不單是人人要守法的 而是在於 在貫徹人人守法之外 還可以超越了法律的精神 如果我們是樂意 沒有條件 不是說自己有什麼回報 向其他人去付出 而是超越了 超越了說 其他人依據法律你應得的 我不是計到這裏 你應得到這裏 如果我還超越了給你的話 我相信我們真正可以建立到 公義關愛和和諧的社會 Howard Gardner 一個著名的哈佛心理學家和教育家 在他的書 《Five Minds for the Future》 裏面提到 有五種明日領袖必須具備的能力 其中有兩項 有兩個minds 一個是respectful mind 第二個是ethical mind respectful mind 就是涉及對人的尊重 而ethical mind 就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責任 這個代表在西方的文化 一個很重要的覺醒和回歸 因為在不斷鼓吹個人選擇和權利的背後 人不自覺地變得自我中心 既然去放縱自己 其實我們看回今次金融海嘯背後深層的一個原因 其實跟我剛才所說的這個自我中心和放縱都有一些關係 但是我們每個人必須要思考 在我們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上 應該是盡了什麼責任呢 最後我想借用Richard Carbot 有一句說話我覺得說得很好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個就翻譯了 他說 我相信 對別人需要的體會和感覺 the sense of somebody's needs 對人需要有一種感覺和體會 這一點是世界上最強的動力 這股動力最能夠感染各式各樣的人 不分年齡不分種族 它喚醒了人一切的本能 包括去探究認知和付諸行動的能力 促使我們去關心別人 放下私心和我們的怯懦 並且 在 教我們在課室裏面 沉睡了的創意和機制 是騷醒了起來 我想不單在課室裏面 包括在很多辦公室裏面都有的 沉睡了的創意和機制 會因為我們對人的關心會騷醒了起來 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 為人服務的工作 為人服務的工作 是能夠使我們產生 源源不絕的力量 並且可以將我們的能量 從一些牢籠和束縛裏面釋放出來 我覺得它說得非常好 我知道大家的緣分裏面 Excellence with a soul 是來自 Professor Harry Lewis的一本書 叫做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這本書 其實我去年二月 和崇基書院的同學分享的時候 不約而同提到這本書 Professor Lewis在書裡面 指出哈佛大學的教職員和學生 都只是努力在學術水平的競爭 而忘記了大學教育的一個基本的使命 就是將我們的年輕人培養 成為對社會有承擔的人 這本書的訊息 在美國引起很多的迴響 其實有關的問題和掙扎 在全世界培育人才的地方 都同樣面對的 早前有機會 和清華大學的一班教授吃飯 在談談當中 他們說到清華大學近年 他們的學術上的成就 亦都是和很多商業機構有很多的合作 他們都不用問學校拿錢 他們在外面做了很多這樣的project 有很多錢 拿回來給學校用 當然是非常好 但我當中 可能因為看了這本書的緣故 我就問一個問題 我說 各位教授 如果每個學生都未出去做事 已經賺了這麼多錢 而是知道可以這樣賺錢的時候 每個都朝著賺大錢的方向走 怎樣找人 一些賺不到錢 但是又 很有需要的崗位工作呢 特別在我們國家的層次 各個教授都靜一靜 靜一靜一靜 他就說 沒錯了 這個就是我們國家面臨最大的挑戰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年輕人 有能力的年輕人 不是單是向錢看 而是看其他的需要呢 各位同學 未來的日子 在香港 會因為金融海嘯 在經濟上面 帶來很多的不穩定 大家要綁好安全帶 準備好了 但是 未來的發展呢 有危呢 都有機 更加需要有承擔 有使命 有能力的年輕人呢 去為我們去持守和推動 突破機構呢 最近送了一本 蘇欣沛小姐 在二十幾年前寫的書給我 死亡別狂傲 所以最後呢 就讓我 用蘇小姐一句名句 和大家共勉 她說 與其就坐黑暗 與其就坐黑暗 不如燃燒自己 不如燃燒自己 多謝大家 多謝黃仁龍司長 請黃司長留步 接下來是問答環節 有請入夫書院 通識教育委員會成員之一 行政及政治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先生 為大家主持以下的問答環節 有請蔡先生 謝謝你 我坐在這裡 OK 其實在大學教書 我們每一天 在課堂上 都要面對很多很沉醉的心靈 這個司長可能提醒了 當我以後 在課堂上 見到這些沉醉的心靈 應該給他們多點尊重 給他們多點愛心 有些同學問過我 就是說 晚上通常六點 六點半鐘之前 即新聞之前 有一個破國歌的時段 有一把聲音 那把聲音很好聽 經常提醒大家 在自己的崗位裏面 做到最好 就是對國家的最大貢獻 很多同學問 那把聲音是哪一把聲 我想今天大家終於知道 不單止可以聽到那把聲音 還可以和那把聲音 大家聊聊天 聊天 當然我們可以有很多題目 剛才黃司長說了很多關於法律的問題 也一直沒有說 如果有時間 大家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他會進一步分享 就是說 他自己做義工服務經驗 可能跟我們今天的題目 領袖與侍奉也很有關係 還有不知道在座 有沒有一些中大學三報的同學 如果有些中大學三報的同學 就算你們很關心那條條例 或者那個機制 很想追問一下政府的一些看法 都可以藉著今天的機會發問 我們在樓上有一個咪 樓下也有兩個咪 如果想和黃司長有些對話 有些問題想分享 我們就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有沒有同學 現在想把這個機會 問一些問題 大概有多少個舉手 我們每次有兩個問題 因為可能想發言的同學都比較多 我們一次過問完兩條問題之後 就請黃司長做個回應 請這邊這位 你好 黃司長 很榮幸今次可以聽到你的講座 我有一條問題 想就著你剛才說的 法律公義和茅盛之間的問題 想問一問 剛才你提到 法律應該就是 以限制某些人的權益 以維護其他人 或者大眾之間的權益 而事實上 社會上有很多人 會透過法律 爭取個人的利益 而剝削其他人 剛才你也提到 作為市民 應該有些個人的道德操守 以及 那些道德操守 顧及其他人 不要只是很強調自己的利益 事實上我想問 作為司法機關 又會不會有些什麼行動 可以揭治到這些問題呢 事實上法律的目的 都是控制著一些人類似的權力 那我的問題是這麼多 謝謝 很感謝這位同學 這邊這位同學 你好 黃司長蔡教授 我是社會工作學 是三年級的同學 首先很感謝黃司長 今天抽空和我們分享他的經驗 我有一條半的問題想問 其實都是關於平衡的 我知道黃司長都很努力去追求你理想和公義 但是作為一個大學生 我會想 去追求我們理想的時候 會不會代表我們放棄了我們的家庭 我想請教黃司長你如何去平衡你的家庭和理想 另外就是我們知道法律都是一個很專業的範疇 但是作為社會的一個這麼高層的領袖 其實你廣闊的視野和通識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也想問你如何去平衡兩者 謝謝 三條問題 黃司長 就這樣說 是 剛才第一位同學 我想說法律對於權利和限制的事情 其實我想重申一下 就是第一件事 剛才你說法律是要限制的 其實法律不是第一件事要限制的 法律第一件事應該是保障 保障 但是也都是 譬如說你有權利你可以運用 這個是首先的 但是在運用的過程當中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權利要運用 當中必須有一定的界限 那裡就說一個合理必須的限制 特別是說人權的層次 所以我先澄清這個東西 你說市民、道德操守 司法機構怎樣去揭示 首先如果你說司法機構 就是在說法庭 我們就是 我是不是代表法庭 如果說司法機構 當然就是從一些案件 涉及到這些平衡的時候 做一個最適切的判斷 司法機構最能夠扮演這個角色 當然就是有些其他的法例裡面 平衡怎樣用呢 就是在立法過程我們需要去理定 但是另一件事我覺得重要 就是在教育的層次 令到市民明白到有關的權利 和有關權利的行使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做 有什麼可能的限制 怎樣是有責任的行使權利 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做多一些功夫的 不單止是 剛才有說到一些公民權利 怎樣去教育的時候 都要涉及到那方面的範疇 另外那位第二位同學問 家庭怎樣平衡 就是我怎樣不會被太太罵 經常去做事 我第一件事 我以前都說過了 就是其實我很感謝我太太 對我有很大的體諒 因為事實上不是我自己 所有現在在政府 我的同事 大家都做得很辛苦 要的時間 那樣東西 付出都是很大 我跟他們有一點點不同 他們的子女都大了 我兩個女兒就小一點 我兩個女兒就是六歲和八歲而已 那時候我都覺得很虧欠 好像很多時候我都給不到 其他爸爸給到他們 因為我時間不足 那我盡量去做 那我晚上回去的時候 我會盡量點東西都好 都要他們睡覺之前回到去 跟他們 盡量睡覺的時候讀故事 他們是有爸爸的 這個很重要的 那你之後 你自己繼續做到幾夜 或者幾早起床做到另一件事 那我想有些是不可變的 有些是必須要給的 還有太太也是不可以忽略的 那就是有些在那個時間表上 標示了必須要做的 成為我工作的其中平衡 都必須要照顧的這樣 我想這個是需要一個很好的 的discipline 我想所有的 大家有做其他工作的 都會有這樣的情形 第二 你說那個通識 是不是一個視野的問題 這個如果是針對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剛才我所說的 我入了政府之後 其實是眼界大開的 因為我工作不是單純是看法律 這麼簡單的 同時間在政府那個政策的範疇 我一拼要去考慮 我多看了很多法律 以外其他的教育 其他社會經濟的各方面 我都一拼要去看的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獲益良多 令到我提供法律意見的時候 更加是全面和有基礎 去提出意見 我覺得這必須 大家都是一樣的 大家都要去增值 去多看一些東西 特別是你自己平時 範疇以外的東西 是做多些事情 我記得那時候 我讀書的時候 也有一個法律學者 叫Bucklin 他說一個人 一個律師 如果他可以越歷 法律以外的範疇的話 他是一個更加好的律師 我相信這個 在其他大家追求的範疇 你學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我記得現在人氣偶像奧巴馬 有兩個年紀差不多大的女兒 他選擇照顧她 或者承擔她家庭站的方法 就是在選舉之前幾天 即是快要投票了 這麼匆忙的時候 都陪了自己的女兒 去一個萬聖節派對裡面參加 黃司長 我不知我今晚有沒有陪 女兒去一個萬聖節派對 但他的方法 原來就是選擇 在臨訓之前 怎麼都要跟自己的女兒講個故事 好了 在座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樓上面有些問題 黃司長你好 我是一位工商管理系三聯級的學生 聽完你的演講之後 我就非常仰慕你 除了欣賞你那把好好聽的聲音之外 也很欣賞你作為 我聽三年來第一個自己寫稿的政府官員 那你就說過保障公眾利益 是最主要的目標 作為一個法制 雖然你不是一個金融的官員 但剛才你的演講 提到這個謎債的問題 我相信你都要關心香港的金融 那麼香港其中一個優點 對於國際上來說 就是我們的法制 作為中國的其中一個城市 這個也是我們一個比較優勢 比較全面的 但是謎債事件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雖然我們的金管局 對於銀行其中一個內部指引 就很清楚寫明 老人家去簽這個 好像謎債券那麼高風險的合約的時候 是需要有四個人同時存在的 包括一個負責推銷的銀行職員 一個負責見證的銀行職員 當那位的老人家和他的家屬 但是由於這份指引是沒有法律效力的關係 很多銀行當時是沒有遵守這個指引 並且有很多老人家 是賣了這些so call 的債券 尤其這班老人家並不清楚 究竟他們在賣金是什麼 中大有一位比較資深的金融教授 蘇慧文教授曾經在文章寫過 金融是有兩個方面的 一個是計量的金融 另一個是法制的金融 是一個對社會要尊重 對社會要負責的法制來講 我有三個問題希望你可以解答到 第一個 究竟你認不認為這件事件 是令到香港對於金融的法制出了問題呢 第二就是對於香港金融法制的發展 你有什麼意見呢 而由於這些問題都太廣泛了 我問一個比較細緻的問題 請你一定要回答 就是你究竟贊不贊成 剛才所說的一個指引要立法呢 多謝 好 多謝這位同學 很難得一些工商管理的同學 對社會本身的公義是這麼關心的 上邊是不是還有一位同學在這裡 司長 您好 剛才那位同學她問了很多問題 所以我希望你等我回答問題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我提出的下一個問題 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想問一個有關於社會公益的問題 也就是最近爭論比較大的 關於跨行業最低勞工收入的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世界上已經有80多個國家 它正在實行這樣的 跨行業最低勞工收入制度 但是同時我們也看到 從經濟學的理論上面 它的實施可能會破壞香港經濟的自由度 也可能會進一步引起失業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這樣的一種制度 它究竟應該怎樣來歸避它所可能帶來的必促 而彰顯它的益處呢 謝謝您 這位國內同學說關於最低工資的問題 我記得這系列的講座 第一次請特首振任權利 他在門口被圍著不能進來 當時圍著那幫人 其實拿出一個議題要他們回應 那個議題叫最低工資 今天我們司長來 我們發覺進來進得很順利 所以其實原來真的解決了最低工資之後 社會就少了很多矛盾 好了 司長 我相信不是解決最低工資就沒有矛盾 不過我也很感謝大家沒有在外面為我 剛才那位同學 很感謝正如蔡先生說 就是你對社會的關心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欣賞 我想關於那個雷賣迷你債券的問題 大家都要明白我有一定的限制 因為很坦白地說 因為有些已經是進入司法的程序 有些也是在證監會和金管局 是在調查的當中的 所以我就不方便帶個細節去講 但我就不想避免 不回答這些問題 我覺得 就算我們香港的經濟體系 法律體制是多健全都好 正如我剛才所說 一定是有不足的地方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要經一事掌一致 那關於這個整個 對於這些活動的監管機制 其實我們同事已經認同了 是需要做一個深入的檢討 也都是好像未來三個月裡面 會有一個報告 看看檢討裡面發現有什麼漏洞 需要做好一點 所以回答你頭兩個問題 就是現在的情況和發展 我想需要看看現在的檢討之後 發覺有什麼需要改善 譬如說對於銀行在某些活動當中 針對某些顧客是否需要多一些規管 我相信這些都是其中一些研究的範疇裡面 但是你說到有關的指引是否需要立法呢 這個我覺得都是要在研究的範疇裡面一併去看的 有時候我就覺得不可以純粹一方面去看 正如剛才另一位同學所說的關於最低工資的問題 很多時候一件事都有兩邊的 你怎樣去做的時候 譬如衍生到其他的考慮會是怎樣呢 我覺得必須要詳細考慮才決定 但是我想強調其實剛才你譬如說老人家 譬如說他是披露不足 甚至是有誤導的情況 如果事實上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除了在這個監管的架構以外 其實的確是我們在司法的途徑裡面 一樣是有得追究的 但當然每件事也都必須調查清楚 才能夠有一個公平的結果 這個就是必須要 除非是大家會採取其他的步驟去處理 否則在一個法律程序當中必然的要做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的確是有這樣的行為 當然我們是不認同的 我們會看看司法或者監管的層次 怎樣去做多些 去杜絕這方面的不足 如果真的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相信同事一定會直接去面對 第二位同學所說的是最低工資的問題 你帶到的就是其實一說最低工資的最關鍵的問題 這個其實不是我自己有的能力可以去拿捏得到的 中間的經濟的因素 或者一做的時候 衍生到那個問題 究竟是有幫助還是沒有幫助呢 這個是需要很小心地去看 不過其實這件事已經談了一段時間 大家看到一些意見都有些不同的改變 譬如說我了解在商業方面的人 初初是很抗拒 但是現在有很多的聲音都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想最尾就是立法的方法 還有最低工資如何去理定 這些細節上的東西 就會是怎樣去最後去拍板 去框架怎樣做 就會帶動到剛才你所說的這個不容易的平衡 這個我相信同事會很努力去做 還有社會包括立法會 所有都會就這方面會有很好的詳細的討論 因為時間比較有限 所以你一次過問比較多的問題 首先這邊先給幾位同學 黃司長您好 我們都可以看到最近幾十年來 內地司法制度在不斷的發展進步 但是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 包括既得利益集團和政治的許多的干擾和阻礙 這個不光是內地司法工作者遇到的困難 也是很多學習法律的同學們所遇到的一些困惑 所以在此就想請教黃司長 在一個法律制度尚且不完善的社會中 這種社會責任的承擔 將要通過何種方式來得到體現 還有就是想請黃司長對內地的這些 學習法律的這些同學們 有一些什麼樣的期望 有一些什麼樣的阻托 謝謝 接著兩位 黃先生 蔡先生 你們好 我是文化研究一下一年級學生 三個很簡短的問題 第一個請問你對這個家暴條例 就保障非議性同居伴侶或前伴侶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之前立法會聽證會都是議員說過 接下來這一屆立法會的會期就會盡快去做這件事 其實我想知道你的看法會怎樣 第二就是關於性工作的規範化 也請你講一下你的看法 第三就是想請問你 你的信仰是否你最高的精神指導 謝謝 我們這些問題集中一點 因為看到現在幾邊都比較多同學 我們一次過給他 一次過 你好 黃司長 我是法律系三年級的學生 剛才黃司長也提到 身為律政司司長之後 跟內地有更緊密的合作 包括法律上面的諮詢 我想請問你對2047年之後 法制上面的轉變的看法 還有假設你認為 可能香港和內地的法律制度 可能在2047年之後 會有一些更緊密的關係 你認不認爲 因為你剛才曾經提到 身為律政司長 就是to serve the government serve the law 你都認為 首先服務政府 之前就要服務這個法律 你認不認爲 如果香港實行了內地的法律制度 或者可能是跟隨著內地 或者跟內地接軌的話 或是違覆了我們對法律的追求 以及我們的法律的追求 謝謝 我想問清楚 你是說2047年 是 因為 知道 謝謝 接著這一邊 我們說得精簡一點 希望司長可以一次過時間回答 黃司長你好 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們的問題 洶湧而來 我是來自社工是三年級的 我曾經在日出山莊 就是《戒讀院社》裡實習 我看到很多青少年因為吸毒或藏毒而被捕 因為感化令入住戒讀院社 同時也看到很多青年人 再次因為吸毒或藏毒去入住戒讀院社 那我就懷疑法律 其實是否有那個 你所說的 healing effect 那我的問題呢 就是 到底法律是怎樣 對濫藥的青少年有一個 healing effect 謝謝 是 一次過問吧 好 黃司長你好 我是法律下一年級的學生 想請問一下你 既然你說到政府的工作是這麼辛苦 這麼不簡單 為何你又會放棄私人執業 而走入政府工作呢 是 接著各位 黃司長其實我的問題很簡單 我是工商管理我系的同學 剛才你說的公義 作為一個律師 你幫你的Client追尋一些公義 是你的責任 但是做了司長之後 推動立法幫助政府施政 也是你的責任 在你推動立法的同時 很多時候可能面對一些問題 就是跟你內心那種的價值觀 可能有衝突 再加上你是一個Christian 可能你的行為規範就更加多 我想知道你在工作的同時 怎樣去balance這些東西 你會不會像前保安局局長葉太 離開政府之後 就忽然覺悟自己做的事情 是有些問題 接著那位 黃司長你好 社會上曾經出現 對安樂死立法方面的爭議 我想了解一下你對這方面的看法 好 上面好像還有幾位 我們盡量給你 我們盡量給你 我們盡量給你問了先 等一下你提回我們問了什麼 黃司長你好 我是工商管理的學生 我就是想問一下 在香港回歸之後 由英國殖民地 變成一個特區行政區 其實你在法律上的挑戰 具體是怎樣的呢 另外就是 雖然你說 雖然你說 是要把香港法治的精神 向內地推廣 但其實 現在很多輿論都說 一國兩制是慢慢消失的 那想問一下你 在維繫一國兩制裏面 是具體會怎樣做的呢 謝謝 我們要快一點點 我就順道想給你們機會 發言 黃司長你好 我是酒店及旅遊管理 一年級的學生 很多問題 希望你會記得我這一條 你剛才分享過一句說話 我覺得很好 就是你說法律只是一個途徑 公義才是目標 你在這個司長級的位置 對全港的法律 其實你扮演了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你也為我們社會的追求好公義 香港也是一個經常有公義討論的社會 例如最低工資 雷曼 甚至是生果金 我想問問你在你的角色裏面 你對公義的那把尺是怎樣的 謝謝你 黃司長你好 我是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學生 我想問一下 很多人都說法律是有錢人玩的遊戲 你怎樣看這個statement 黃司長你好 我也是中大法律系的三年級學生 我剛才的同學都問了你說 2047的時候 你覺得香港的法律發展應該會怎樣 其實我想再問多一點 你覺得我們現在這一代的 法律學生可以怎樣幫助 2047或者香港之後的法律發展 以及我們的法律發展 怎樣可以影響內地作為一個法律發展 謝謝你 黃司長你好 我是這個法律系的二年級學生 我是這個法律系的二年級學生 我想問一下 你自己也是一個專業人士 我想問如果讓你去選擇的話 你覺得你會去選擇一個專業的人士 還是一個全部都認識的全才作為一個領袖 而為何你會這樣去選擇呢 最後一位 你好 我是澳門來的法學一年級學生 黃司長你好 有關於澳門實行23條立法 對於香港 你必須要跟隨23條的立法 還是要等到一定的時候才立法呢 同時我想問一下黃司長 如果香港成功將23條立法的話 怎樣看香港滿身的地位 以及23條立法的影響呢 希望黃司長可以答到這個問題 多謝 很多時候以往這些州會 到了法文的環節就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大家就可以很快地走 所以今天希望黃司長不介意 見到這麼踴躍法文 我起碼覺得應該給他們機會 他們問了這條問題 最後就看你的功力 怎樣可以一致過我 答到這麼多問題 還有沒有 還有我們院長也想問這條問題 因為我的問題是比較另類的 所以請黃司長先回答同同學的問題 我盡量 我想剛才有說到內地的法律情況 那位同學表示 就是意見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怎樣可以 他們應該怎樣做呢 或者是如果在一個法律未成熟 或者未完整 而他們的意見的時候 那個責任承擔應該是怎樣呢 這個問題 我覺得 第一 我不想給大家的意見 就是我們法律很厲害 他們法律很差 我們要教他們 完全不是這回事 大家要知道 其實國家的法律 某個層次的發展是很快的 有些事情要走過的範圍 其實比我們更闊 另外這是相互交流的情況 但我覺得如果你說中國的法治 那個發展 我相信有兩個層次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一個系統 即是一個system 法律 他本身怎樣去改善和奠定 即是是法不是人 那是很重要的 第二呢 那個法治的精神不是停留在一個條文裡面 而是怎樣去到一個市民的層次 市民都有一個法治的精神 即是他過馬路 他就算是母車 紅燈 他都會站在那裡 那種的法治精神 如何在那裡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國家是這麼大 也需要時間 如果你說沒有的時候 那個承擔應該怎樣 當然會有很多政治上的承擔 那樣東西 但是我覺得如果在法律未足的時間 剛才我所說的 以我們的關心去包容去承托 是更加重要的 剛才有位同學說家暴 家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同時已經說了 會做這個修改的 就是會涵蓋這方面的保障 所以這裏也是政府的立場 關於我信仰 他問到我的信仰 是不是我最大的動力 我告訴你 回答另一個問題 那麼辛苦 為什麼來做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相信 我神對我有個計劃 是鋪排 信仰是我生命裡面很重要的 這個回答了你的問題 另外2047 大家不用擔心 那個不是Expiry Day 我不是這樣開玩笑的 因為之前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但是在其他內地的專家裡也說過 還有我們現在的批地 香港的批地已經跨越2047了 我們不是說現在香港一國兩制的情況 在2047就會終結 就會走中國的法律 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 還有事實上大家看看 由現在到2047是很長遠的時間 以國家的發展而言 以現在的趨勢而言 到時是甚麼情形呢 中國的法律是甚麼情形呢 我想不可以單用現在的八尺來量度 另外有個同學問關於解讀院舍的問題 沒錯 剛才我也強調針對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法律的效用是有限制 但是你說為何從法律的層次去做到一個治療呢 這個也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其實下個星期我會出一個小組的報告 裡面我會從不同的層面 希望在法律的框架上面做多些 那法律呢 其實是一定程度上 剛才所說的 除了是懲罰之外 有沒有辦法透過法律的框架 去鼓勵到他們去做一些事情 尋求幫助呢 這是一個我們在考慮的範疇 或者你下個星期看到我的報告的時候 你再看看我們有沒有這方面的考慮 除此之外就講到 我自己的原則和一些立法 會不會有出現一些衝突 會不會好像葉太那樣有些其他的舉措 我覺得呢 到今時今日為止 我看不到我做的工作和我做人的原則 我抱持的一些態度有任何的衝突 我覺得這裡是 暫時我無法完結這個問題 然後呢 安樂死的方面 我想這個爭議性是非常闊的 我們在法改會裡面不是說安樂死 譬如說對一些有 譬如說植物人那方面 怎樣去處理他們他們的決定 怎樣呢 其實有兩個報告 我看過 裡面揭示到那個社會上的爭議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這方面呢 我相信是需要很詳細的考慮 才可以有一些的取向 除此之外呢 有同學說有錢人的懷疑 當然不是啦 大家都應該知道 在香港 香港法門是非常好的 如果相對 當然有很多人說不足 但其實相對世界各地來講 香港這方面的支持是非常高的 除此之外呢 也都是有很多其他的途徑 提供到法律上面的支援 未必一定是要用錢的 那剛才我所說的調解仲裁呢 都是其他 Access to justice的一些方法來的 除此之外呢 就有 有個同學問 通識 又或者是專才 其實呢 要看一下那個工作是些什麼 那個要求是些什麼 你就再去取捨 二十三條呢 我們都說了 今時呢 今日呢 我們的著重點呢 是處理經濟的 澳門和香港都是各自自己立法 雖然我們有個責任去立法 但是呢 我們現在是 不是要跟澳門即時去做這個東西 另外呢 一國兩制 有個同學問 一個挑戰 由殖民地到回歸之後 當然回歸之後 我覺得你說得很對 就是一國兩制史無前例的 這個新的憲法秩序 怎樣去落實 這個是我們很大的挑戰 但是呢 我不相信呢 你說有些輿論說 一國兩制不斷消失 我不同意這個看法的 因為其實是有衝擊 我們要落實 《基本法》有很多條文 都未經考驗的 但是如果你問其他的 一直看著我們香港怎樣發展的 包括美國和英國 他們會有定時的報告 回報香港現在那個 一國兩制的發展的情況怎樣呢 大家都說得很清楚 他們認為一國兩制是非常成功的 這個不是我的說話 而是英美去看著香港的發展 所提出的一些結論 所以我們每次都很成功 都會看著香港的發展 所以我們想看著香港的發展 所以我們要把香港發展 把香港發展 發展的發展 因為我們要去抵達 我們要去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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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其实我们对你的支持是很大的 不过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佩服你的勇气去做这个特别行政区的律政司司长 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这么虔诚的基督徒的你 其实在这个位置是会有一些特别的困难的 我举一个例子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犯奸淫的时候被人拉到耶稣的面前 那些人就问他叫他判决 他说你应该用石头打死他还是应该怎么做呢 那你很熟悉 耶稣就问那些人你们有没有做过 那些人就走了 接着他又说他不去定这个人的罪 我想听一下黄司长你如果当时在场的话 你会怎样处理这件案件呢 还有你作为一个图图 有些人可能他来到寻求法律的庇护 但是你知道其实他不是完全无辜的时候 你又会怎样去处理呢 多谢你 首先呢 犯奸淫呢 就不是刑事案来的 第一个 那么就现在 这个是其中是一个离婚的理据 但是如果是 你说不要说犯奸淫 比如说是一个刑事的罪行 有人去投诉一个人在我面前做一个刑事的罪行 那怎么做呢 那我 就是一个很技术上的答复给大家看 看看是否有表面的证供 就是我们检控的成数是否超越了50% 如果有的话 有没有其他的公众利益的考虑呢 是不去起诉的 如果是足够的话 就拿去给法庭去定夺了 这个就是技术上的答复来的 但是我其实觉得 我想沈教授所提的 其实都是刚才大家同学 都是很关心的法律和公义 最美的一个关键在哪里 我相信大家要看重一个东西很重要的 就是今时今日香港 为什么我们是法治 是这么稳固呢 其实我们的法制 是经历了很多年的历练的 是一个很成熟的法制 这个法制里面包括了 就是有 譬如说有人提出一些刑事的成分 我们需要有检控的程序 有法庭去定夺的程序 甚至在那个 如何去立法定 哪些是有问题 哪些是刑事成分 哪些刑事成分 这些都是整个法治的系统里面 必须要做好的 如果这些事情是做得不好的话 其实结果都是 譬如那个人拿到来 大家是没有办法定夺的话 你的结果对于社会的公义 那个剝夺 我觉得是更加大的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说要怎么做呢 我们更加就要努力地 秉行到我们现在好的传统 如何优化我们的法律体制 而且在每件事上面 都尽力去将能够看得到的 如何去作最适当的 适切的决定 特别是检控 和在法庭的判决里面 我们在宪法里面 无论在提控 检控的层次 或者是法庭判案里面 都说得很清楚 是独立 不受任何干预 而你能够这样去履行的时候 我相信结果不是完美 不是最好的 但是会履行到我们法律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保障 和一个完整性 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你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不是单做律政司司长 整个律政司 我所有同事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容許我再说一句 就是在很多地方 我们是在做一个gatekeeper 有很多事情我们是给政府的意见 在那个检控的层次 我们要作决定 有很多其他 涉及大家公众利益的时候 我们要和外面一些商业 其他我们是 打架的 在背后你们可能不知道的 如何我们去做好我们的本分 谨守我们的崗位 即使风高浪急 即使是很辛苦也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挑战 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觉得 不要怕困难 要面对要承担的东西 要不然我们香港就没有什么希望 所以大家在这里在这么多位 我都希望大家都要做好自己 无论你是工商管理法律 哪一样都好 都是那句 做好你自己的装备 将来你会为香港做很多的事 这次就是我出席这么多次 这个日夫的月会里面 问题最踴跃的一次 所以我们就给黄仁龙 给点掌声 黄仁龙 谢谢 谢谢 多谢黄仁龙司长和蔡子强先生 请黄仁龙司长留步 现在有请香港中文大学处理校长 廖柏伟教授 和入书院院长沈祖瑶教授 为我们致送纪念品给黄仁龙司长 有请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